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死亡所必然带来的生命意义问题 恰恰是最终极的哲学问题之一 当你对这个问题有一个透彻的思考的结果之后 你会发现也许不论那个答案是什么 苏格拉底是因为相信我们人死了之后 我们可能还有灵魂能够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去接触真理 有的哲学家则可能不相信人死之后会有任何的知觉 会有灵魂 会有生命 唯一值得珍惜的是此事 所以此事的完满与完美就是最高目的 当你想清楚想到这么透彻 而且真心相信这个答案的时候 你面对死亡你会相对是平静的 你没有那么慌张 你没有那么紧张 没有那么害怕 所以我认为有时候念哲学是一种对于自己的修念 修行 这个修行的节点就在于你怎么去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处理自己的生死 我已经想看了 要当你在学校的学校 被未经绐的探索 跟我遇见 这个地方 我从来 这个地方 我从来 我在学校 我觉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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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既然这颗行星 它的运作方式跟人家不一样 它的轨道的运行方式 很古怪 仿佛懂得自我调整 科学家就开始去探险 然后一去之后就发现 这个星球啊 几乎整个表面 除了少数地区之外 都被海洋覆盖着 都被海洋覆盖着 那么有海洋覆盖的星球 是不是表示这里就能够有生命呢 是不是表示这里就能够有生命呢 于是就开始去探索 大家一去探索就发现很奇特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这个海啊 原来不是真的海 它是一种胶状物 这个胶状物呢 它有波浪 它有波涛起伏 它有种种海的特征 但你仔细摸它 你一下去就会发现 它不是海 它的那个运动方式 仿佛有一种自己的规律 或者说是不规律 那么你要去探测它吗 可以 我们用一些仪器 探下去那个海 比如说看看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回应 结果发现这个海洋 是会回应人类 传出的某些讯号的 只不过每一次的回应都不一样 有时候是密集的噪音 有时候是有规律的 仿佛在回答给你电码一样 那是否表示海底下 有高等智慧跟生命呢 找不到 然后你最后发现 这个海洋 这种胶状物本身 好像就是一种生物 但是你把它拿起来化验 里面没有任何细胞啊 它仿佛是一个 蛋白质构成的有机物质 这个没错 整个海洋就是一个有机物质 但是没有细胞在里面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再后来科学家发现神了 你弄一个仪器下去 没多久 这个海里面会浮出一个 跟你这个仪器一模一样的东西 只不过是被这个海水的 胶状物构成的 像3D打印一样出来 天哪 那这肯定是具有极高等的 智慧的生命在这里头了 然后再看看这个海里面 原来里面有一种东西 我们叫做长条晶 那个长条晶是什么呢 高空看下去像一条很长很长的蟒蛇 往里头再看 贴近海面就发现 那是一根非常粗大的 比一般我们看到地下输水管 比较大多少倍像隧道一样 巨大的管状物 长条形 从海的这边不晓得延伸到哪里去 那它是会运动的 那么是不是这个东西 就是构成海洋生命的秘密呢 还不只是这样 因为你后来大家还会发现 这个海里面呢 会产生出很奇怪的东西飞出来 像有翅膀的翼龙一样 然后呢 这个海呢会围着一些小岛 这个岛上面呢 有时候你会看到 有几头像海豹的动物 在那懒洋洋的趴着 游向海中 它们全都是这个胶状物构成的 然后这个胶状物呢 它还会塑造出各种各样的形状 有时候浮出来 有时候在海面 有时候人们开着一个船下去 想要探索 甚至一个探索冲下去的时候 这个海会自动地躲避开来 它不会愿意跟你接触 有时候你跟它做一个动作 它会海里面伸出一只手来 跟你做相同的动作 但是过了几回 这个海仿佛又厌倦了一样 请注意这是覆盖整个星球 广大无边的海洋都是这样 终于科学家们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索拉里斯星上面的生命 就是这个所谓的海洋本身 而这个海洋本身 就是这里面最奇特的秘密 索拉里斯星 这本书之所以叫索拉里斯星 那就是因为它真正的主角 是这么一颗星球 而这个太空站 它悬浮在这个星球的上面 它不能不受到这个星球的影响 比如说这个星球有两个太阳 一个是红的 一个是蓝的 这个红的太阳 当它要太阳下西下的时候 整个海平面会燃起像火焰一般的赤色光芒 这个光线会照进这个太空站里面 然后你如果不赶快下遮光帘 或者它没有自动下遮光帘的话 你皮肤会灼伤 然后隔了一两个小时之后 蓝色的太阳起来了 整个太空站内部 会照着一股蓝色的边缘 带着银白色的光芒 整个太空站内部 一天到晚就这两种光线在照射 然后整个太空站里面 是一种幽闭的环境 整个太空站里面 还弥漫着一种很奇怪的 你说不出来有什么东西在这 但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气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让我给大家读一段 看一看这座所谓的海洋 它还会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 尤其是在蓝太阳当空 或者西城的时分 对称锥爆发产生的光影效果 才最震撼人心 那水晶球每时每刻都在变大 黄若另一颗星球 从索拉里斯体内喷勃而出 即至那散亮的球体刚刚脱离孕育它的大海 从它的顶部就开始向下裂开 但球体并不就此分散 而是像花蕾一样裂成许多花瓣 研究者给这一持续数秒的现象 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花苞绽放阶段 接着聪入云天的拱形半模翻转过来 向内收拢 迅速形成一个敦时的圆筒 圆筒里边发生的万千变化 从外面就不得一见了 由哈马雷率领的一支七十人的考察队 首次向人类揭示了圆筒内部的秘密 在那里通过一系列规模宏大的多晶体结晶过程 一根晴天巨柱伟然耸立起来 这根巨柱有时也被称为脊椎骨 对这一叫法我本人并不敢苟同 在初始阶段 中央巨柱周围数公里内 无数的枪洞不停喷射出液体柱 支撑着脊椎骨 那液体类似稀释过的胶体 在这一过程中 巨柱持续不断地发出低沉的闷响 周围则有无数雪白的泡沫 之后由中心至外围 那镜面般的海上平台开始旋转 其复杂程度难以形容 在平台上面 从那些枪洞中喷射出的粘稠物质 层层累积 逐渐凝固成一根根晃动的触角 与此同时 这些触角成群结队的 全力涌向中央巨柱所在的位置 感觉像婴儿骨气的腮 只是其成长速度要快过一千倍 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一段 就是索拉里斯新的这座海洋里面 它浮现出来种种让科学家们 搞不懂的秘密之一 最惊人的秘密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段 所谓的对椎体 这么一个巨大的 仿佛城市一般的构造物 就在海里面莫名其妙出现 而且演变出人类所知道的 几何学多维几何里面 各种各样的形状 仿佛在人类面前演示一遍物理学 所有你想得到所想不到的法则似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个海要做这些事呢 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角 他在探索这个海洋的秘密之余 还不如先关心一下自己的命运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克里斯凯尔文 他在这本书里面 他接下来遇到的事情 会比刚才看到的事情更加不可思议 他来到了这个太空站 他发现了这里面的人都不对劲 发现整个太空站里面的环境很凌乱 仿佛有人打斗过一样 他一直在问 这个唯一愿意跟他说话 这个斯诺特怎么回事 但这个斯诺特说话疯疯癫癫 难以理解 终于有一天他懂了 他刚刚睡醒 发现房间里面站了一个人 这人是谁呢 一看是个女孩 一个十九岁的美貌女孩 那个不就是哈瑞吗 十年前自杀死去 使我从此悔恨一生的我的太太 怎么回事 然后呢 这个哈瑞还走过来跟他聊天 爱抚他 仿佛跟他从来没有分开过一样 所以他很肯定 凯尔文很肯定 我在做梦 但是这个梦太真实了 于是他拿起一把有尖锥的物体 割向自己的大腿 流血了 这不是梦 那这是鬼吗 要跟他聊天 这个哈瑞是有体温的 他皮肤上面 手背上面 以前年轻的时候 中痘的痘的痕迹还在 真的是他 但是你跟他说话 你觉得这不是一个真人 他说话的腔调语气有点古怪 但是慢慢说着说着 他越来越像一个活人 真的就跟当年的哈瑞一样 我们过去有过的记忆 他都记得 甚至连前两三年 他早已经死去了 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他竟然都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他觉得太可怕了 于是呢 他就想办法把自己关起来 或者把这个女的关起来 没想到一把这个哈瑞 这个所谓像哈瑞的 这个人形物体 关到洗手间的时候 整个洗手间 是忽然之间爆破一样 关不住他 他就出来 他这么力大无穷 但这个哈瑞在痛哭 他手上都流血 克里斯克里斯 他叫克里斯嘛 凯尔文 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离开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 然后他问哈瑞 你到底是谁 你怎么来的 我是哈瑞啊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来 我一醒过来就在这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到底在哪里啊 我们在太空站 我为什么会在太空站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在太空站 我知道我怎么会在太空站 这个时候 他再去找斯诺特 斯诺特就说 你总算遇到了吧 你总算遇到那些访客了吧 整个小说就开始步入高潮了 原来在这个太空站里面的每一个人都遇到了一个访客 这个访客 他是每一个人心里面最记挂的 最让他不舍的 或者最让他觉得内疚的一个人的形象 他就会忽然之间出现在你眼前 而且一直跟着你 绝对不可以丢下你不走 他是不用睡觉的 他就大半夜都清醒的 躺在你旁边 或者坐在你身边 而他们怎么处理这些访客呢 有各种方法 比如说 把他运到一个太空舱 把他送上太空 但没多久 他又会出现在身边 怎么样都弄不掉 仿佛像是杀不死一样 然后 终于这个太空站里面 另外一个不肯跑出来的萨托流失 三个人坐在一起聊 原来三个人都有自己的访客 而这些访客都被他们用别的方法先挡开一遍 他们自己在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办 他们下了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 所谓的访客 就是我们太空站下面 窗外看去 一望无际的大海 造出来的另一个生物 这个生物 怎么看都像是人 但是你仔细检查 你会发现它不是人 比如说你拿它的血液 来在电子显微镜下面 放大到极限 你会发现很惊人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它有血小板 有细胞 再分解下去的话 我们人类的 我们人类的所有的物质 你可以发现到最后一定是原子 是不是 没有 它没有原子 那是什么 是一些细小到电子显微镜 都看不到的东西 那是中微子 但是中微子构成的物质 不可能有这么稳定的形态 它是怎么造成的 这个海洋是怎么回事 而且为什么这个海洋 仿佛知道我的记忆 仿佛知道我心里面最深的秘密 你像这个凯尔文 他一生最内疚的 就是他害得他老婆自杀了 为什么他知道这些 然后把这个我自己心里面 潜意识里面最记挂 我最割舍不得 最让我痛苦的东西 把它做出来放在我眼前 这到底在干什么 这个海 这个海想做什么 然后你跟这个人聊天 你发现聊下去 他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 他真把自己当成 是那个曾经在世的那个活人 终于这个哈瑞 跟这个凯尔文 两个日渐相处 开始在继续聊 继续聊下去的时候 这个哈瑞 慢慢认识到 原来我不是真的哈瑞 我不知道是从哪来的 我是被外面这个海洋 造出来放到这的 那我该怎么办 我到底是谁 他仿佛一下子有了自我意识 他清楚了自己是谁 他很痛苦 他很伤心 因为他又深深的 不知道为什么 爱着这个凯尔文 而这个凯尔文呢 此时此刻 也已经不禁不觉地 爱上了这个 所谓的哈瑞 也就他 以他死去前妻的样貌 出现的这个 你不知道叫人 还是叫什么的物质体 你爱上了他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到了最后 他们三个人 终于用了一个方法 使得这些访客 从此消失 但是他又是那么的 依依不舍 刚才我说的 这一整大段故事 就是我手上这本 斯塔尼斯瓦夫 莱姆 波兰的 不世出的小说大师 科幻大师 未来学家 很古怪的哲学家 他的不朽名著 他的主要情节 这部书 为什么受到那么大的欢迎 在全世界 41种语言里面 卖出了超过5500万册 为什么 不是因为他的情节 特别让人觉得 扣人心弦 追舍不去 而是因为 里面甚至有大量 让人觉得奇异的 要废脑子的推论 他推动情节的方法 常常是长篇长篇的 一些的论述 科学的讨论 哲学的思考 里面所有的故事 都发生在一个 密闭的太空站里面 那个太空站里面 充满了孤绝隔离的气氛 那种气氛 那种哲学思考 使得大家割舍不掉它 然而这部书 更了不起的是 它引来了无数的诠释 关于这部书 有的人把它想象成 这是一个 很悲仓的爱情故事 2003年的时候 美国的导演 苏德伯格 就找了乔治库鲁尼 当主角 演这个凯尔文 把这个戏演了一遍 演出来呢 基本上 就是一个爱情故事 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 但是 在前苏联大导演 塔斯卡尔夫的手中 这个故事 就变成了一个 关于人类命运 人类孤独的一则沉思 但是 在原来这个小说里面 你仔细看 你会发现 它还可以招惹来 种种不同的诠释 比如说 什么叫做意识 一个被虚构出来 被创造出来的 这么一个人状物 它能够拥有 自己的意识吗 那么 它有意识了 它能爱人了 那它是个人吗 也有人 从伦理角度来探讨 也有人 从哲学角度来探讨 各种角度 你都发现 这个小说是解得通的 同时又说不尽的 那么到底 这本小说 它要告诉我们什么 为什么 这本书 会让大家觉得 那么着迷 总是想办法 要给它各种各样的权解 而它 已经地位 已经不只是一本科幻小说 甚至被认为是 二十世纪 最伟大的文学杰作之一 我们下次跟大家分析 如果我们找不到外星人 可能是因为我们 对外星生命的理解 都以为他们是人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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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